不管是要散步還是玩溜滑梯 民眾要進入公園前 都需要先掃門口的 實名制QR Code 進行登記後才能進入公園 但是桃園的這間 兒童駕駛訓練公園 卻爆出門口的實名制QR Code 遭人惡搞 掃進去的手機頁面 不會出現實名制簡訊 而是跳到色情網頁 一張美女清涼照 直接映入眼簾 讓帶小朋友來玩的家長 都看傻了眼 來看一下 這是QR Code掃進去 有這些 有這些 最驚奇的要來了 桃園這座公園赤子兩翼打造 標榜兒童駕駛訓練公園 小朋友可以帶著玩具車 在公園唱完 因此吸引許多大人小孩前往 但是公園設施卻頻頻出包 不僅人心道出現斷層 停車上標誌也亂成一團 現在又傳出QR Code 遭人惡搞 讓家長擔心 會對小朋友造成影響 郵票大小的違章小廣告 民眾切勿隨意掃描 來入不明的QR Code 18禁裸女圖出現在 在兒童公園的QR Code中 讓民眾相當傻眼 台灣交通局目前已將 公園內的惡搞QR Code 全數清除 記得劉志涵先輸來台灣報導